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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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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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相让 来一个转身后白腿 这个魏玉扬呢 在战前是对韩冰拳做了一些功课的 他认为韩冰拳的拳法跟自己一样都比较好 所以这场比赛毕竟是一定是全拳的较量 但是韩冰拳比赛有一点非常着急 所以魏玉扬今天的战术就是要沉着冷静找机会 醒来 沉睡的巨大灯开眼 你跟着你死角的心向我唱会 醒来 凝结了时代的情怀 折磨是无缘的醒来向着谎言 好 现在双方进入了第二回合 敌军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整个特点打了出来 韩冰拳是进攻的比较猛 而且整个打法的这种干材烈火一样的 但是魏玉扬呢整个人显得非常冷静 对 确实是把自己之前布置的战术 在场上慢慢的执行着 这一阶段双方打得比较焦灼 看韩冰拳在第二局上来之后 整个步法移动上 包括甲冻冻的虚晃上 比例又多了 明显是针对对手做了一些调整 因为我们看第一局 整个风格是比较稳 整个步法移动也比较少 站得比较扎实 所以第二局上来之后 韩冰拳整个步法移动 你看前后的这种画 韩冰拳第二局上来之后 你看整个的上半身的 这个拳法的身体的摇闪 包括步法的移动 都会给对手造成一种 没有办法去固定去发力的这种感觉 刚才那个动作是这样 接住扫地之后往后一拉 他没想到自己出去了 推开在做动作的反击 就这个时候 整个上半身出去了 韩冰阳的出腿 整个上半身啊 运动很小 是的 非常重的一次中上 但是这个 韩冰拳接住之后的拳法反击 也很及时 这个几乎勾拳很重 这个角度摔 我们镜头上显得并不是那么清晰 是 到这一回合当中 韩冰阳的拳法 少了很多连续性 但是每一拳的重击 都是积满的力量的 整个机会抓得很好 对 哇 肌腹 相比 对于扬来说 韩冰拳的步伐 就相对很灵活 比较灵活一点 对 但是整个会一样是看 是在每一次的进攻 是韩冰拳出弯动作 转回撤的时候 这个时机抓得很好 就 这个时候出动作 很容易命中对手 因为动手在防御上啊 就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固定 哦 转转难度 再接 对 这个连续转了七八 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 第二回合 明显的韩冰调整的战术啊 但是第三回合上来之后 我们看维扬能不能根据前两回合的表现啊 再做一些调整 我们看每次维扬整个的主攻进攻并不多 对 但是每次的动作都很有效果 是的 其实从整体的输出来讲 是韩冰拳在整场比赛当中输出要多一些 对 但是维扬每次都是抓对手的打击完之后后撤这么一时机啊 抓反击抓赢击 所以虽然出的动作不多 但是整个从命中率上来说并不差 对 对 对 精准多少是韩冰调上一些优势 你看这种反击 好 第三局上来我们看维扬也有一些步伐的移动啊 包括向两侧的运回以及后撤 但是在每一次的后撤当中也有动作的反击 双方体能都会下降 对 出了这个撤菜台了 对 但是比赛来到最后一回合 虽然这个体能有下降 但是双方这个战斗力意识是感觉越来越强 这个是魏维扬有点疏忽了 因为在这个时候魏维扬是在提示对手 这个 踢腿要高一点 有踢当的嫌疑 但是韩冰调抓住这么一个机会啊 趁魏维扬一时疏忽啊 连续打了两个后撤拳 到比赛越往后进行 双方的动作又变得越来越 单个化 呃这个动作单击越来越多 因为出组合呢 现在这个时候耗费体能很大 是的 双方体能下降了也比较的这个幅度比较大 所以这个时候只能出单击 双方的双方都是拳法单个拳法互换 打完之后这个魏维扬是主动撤出来 再寻找机会 双方到现在为止简直是用意志力来战斗 对 打到现在之前的一次啊 耗费的体能太多了 双方整个这三局打下来的动作 舒服频率其实很高啊 而且每一次这个几乎没有轻的这个动作 每一次都是这个整个的发全力 如果在这种体能下降的时候 像刚刚韩冰拳一个转身后白腿 把这个魏维扬登倒在地 这时候对魏维扬的体能 会不会有些影响 对 一个是因为人在受到打击的时候啊 身体上这种弹性和反应啊 也是会消耗你的体能 这是不要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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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上的鲜血 天空地之褒飞 任何你的吻默不过境 让我们看孔心 这是不要的感觉 这是不要的感觉 好 谢谢红蓝双方拳手精彩的对决 接下来我来宣布本场比赛裁判最终的裁决 1号裁判29比29 2号裁判29比30 3号裁判29比30 本场比赛最重获胜方 恭喜蓝方胜